杜华一改之前女总裁的概念形象,其刘海乖乖女造型,和英皇娱乐的金牌经纪人霍问希,携手出现在浪姐舞台上,讲真的,杜华无愧成风破浪的姐姐低了头衔,她大概是唯一一个真的做到了浪姐节目真意的人,不仅被骂也一往无前,而且完全不畏惧他人眼光,怎么说呢? 每次新小微看到,听到她的形象和言论,都惊讶至于忍不住发出感叹,杜华不愧是你,作为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二季,成功破圈的女人,杜华实在留下了很多经典名场面,先是第一季里,在节目组先导片明确,选女团不是为了追求少女感和青春,而是做属于姐姐自己的综艺,让更多人知道,即使姐姐三十家,也敢挑战自我,乘风破浪,在舞台上释放魅力,杜华却和节目组员, 背道而驰,依旧使用自己认定的女团成团标准,强调姐姐们成团标准,就得是青春靓丽,整齐划一,对实力唱将叮当输出的不和谐观点,引发全网争议,第一季里,更因为打分太离谱,惊献导演忍不住打断她下场质问杜华女士的片段,就当你以为第二季我们杜华女士总该长点心的时候,属于她的综艺名场面又出现了,不仅对姐姐们的魅力一无所知,也对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, 美属情商极差,很快,韩庚以明星股东身份加盟杜华公司,不仅给杜华介绍了韩国制作偶像的流水线体系,还为她后面成为流水线偶像教母提供基础,事实上,现在乐华的训练体系,也无限与韩国趋同,杜华的狠,不只是对自己也对旗下艺人,她信奉不进则退的理念, 坚守着自己从工作以来,就一直在执行的披杀商业逻辑,适合她的地方从来不是综艺节目,而是不讲道理,却残酷的商业场,而成年后的杜华,一直遵守信任的商业逻辑,生产标准,也注定会让她自己错过自己,那个十几岁想要逐梦演艺圈的杜华,永远无法进入演艺圈。 请不吝点赞 。